这绝对是中国摇滚乐的巅峰时刻 1994年12月17日 窦维领先摩颜三节 引爆香港红看地狱馆 在没有人能预料到的情况下 这场长达三个万小时的演唱会 陷入了不可思议的疯狂 打头阵的窦维用一首高级动符 带动了全场氛围 歌曲一上来就是32个直白念词 没有声嘶力竭的呐喊 只有最后一遍遍的重复吟唱着 幸福在哪里 就是这样穿着一身黑色西装的斗围 让在场所有观众记事到 原来摇滚还可以这么玩 随后登台的张楚 则演成了代表作孤独的人是可耻的 这在那个崇尚孤独的年代 足以让人耳目一新 一首蚂蚁蚂蚁 更是将整场演出的气氛推向高潮 就连观众也颠覆了 以往坐着听演唱会的惯例 全部起立欢呼呐喊 更有疯狂的歌迷将椅子砸烂 衣服撕碎 满场狂奔 以释放自己的热情和自由的灵魂 而身穿一身海魂衫戴着红鞋带的河修 则在此后掀起一阵穿搭热潮 直至今时 海魂衫和红领巾 仍是摇滚青年的标志 而身穿一身海魂衫戴着红鞋带的河修 则在此后掀起一阵穿搭热潮 全场一片沸腾 所有人都被热情的气氛点燃 在表演中古楼时 他则恭敬地向身旁穿着长衫 弹着三弦的长者深深鞠躬 并向观众介绍 何玉生是中国歌舞团的三弦演奏家 而这首歌中笛子的部分 则由会二十多种乐器的窦围演奏 转演嘉宾唐朝乐队 总用一首飞翔鸟先翻全场 这天晚上沸腾的不只是横看 更是整个摇滚界 直至今时 这场演唱会都被奉为 中国摇滚乐的李承飞 而台下坐着的 除了热血沸腾的摇滚青年 更是连四大天王都到场观看 是什么原因 让他们齐聚在这儿呢 感觉到海洋里飘的 中华流云和暴停心脏 上海洋里飞 trä